对传统文化的热捧 北京台报道 明年一月份 国内第一座以巧克力为主题的梦幻主题公园 世界巧克力梦公园将落户鸟巢北侧广场 这里将会让您体会到巧克力世界的美丽 也为寒冷冬季平添了一丝甜蜜 精巧细致的青花瓷 时尚俏丽的女士皮鞋 您看到的这些可不是购物中心陈列的商品 仔细瞧瞧这些都是巧克力制品 据了解 占低近两万平方米的巧克力梦公园 主要由世界巧克力馆 世界糖果馆 梦公园主题馆 甜蜜体验馆等五个室内场馆区 和两个室外活动区组成 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巧克力长城 品尝风味美食和特色巧克力糖果 有兴趣的话 还能亲手制作个性化的纪念巧克力 而除了巧克力梦幻主题公园 明年还将有很多精彩的旅游项目 落户朝阳区 同时市民还将免费得到朝阳区发放的 北京朝阳旅游推介会优惠手册 凭优惠手册 市民可以在部分景区景点 享受吃住行 民宿旅游 咨询服务等不同程度的优惠 北京台报道 由中国侨联 中国建筑学会等部门评选的 第二届全球华人青年建筑师奖 近日揭晓 九位青年建筑师的作品 以扑面而至的创新风貌 和着而不群的深刻思维 脱颖而出 拥有空间天井的楼群 与金属泡泡连在一起的平房院 用布局贫富压力的办公建筑 获奖的每个作品都以独特的逻辑思想 诠释了设计者对社会环境和存在的理解 38岁的叶一千 北行新主楼设计者 他提出诚意建筑的概念 让人性的诚意融入固体的建筑 在设计中 叶一千用娴熟的宏观控制能力 使错终的矛盾得到平衡和化解 也使得建筑从初始设计 到后期的室内外装修设计 都获得顺利通过 虽然在学术领域有着深入思考 38岁的叶一千在侃侃而谈中 仍不时表现出的活力和激情 透射出建筑设计界青春群体 对创新的渴望 本次获奖的9位华人青年建筑师中 唯一一位女性是深圳建科大厦的 主设计师叶青 她的设计理念是自然与建筑的对话 获奖作品还有马延松的 胡同泡泡32 孙一宁的北京奥运会摔交馆 吴刚的中信国安庭院式客房 卓强的中新生态城 张明的同济创意中心 曹晓新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新办公楼 齐滨的海淀社区中心 9组建筑中有6组建筑修建于北京 他们令人文绿色和创新的气息 穿行在北京城古老的建筑空间里 据悉本次评选 共收到来自大陆 香港 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46位华人青年建筑师的106项作品 获奖作品将于11月20日前在北京规划展览馆 向公众展出 北京台报道 由党建筑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60年我的北京 月前举行首发式 60年我的北京 由近百名北京资深作家摄影家参与编短 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 从不同角度揭示普通北京人 60年来生活及心灵的变化 感谢收看 明早8点30分 再见 明早8点30分 表里 优优独播表 黄鹰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